美媒,美国许多小镇依赖中国。 火中于贸易战。 中华网。 参考消息网4月27日报道美媒称,在威斯康星州的马拉松县,有一些种植花旗苍的农场。 依靠为中国日渐增多的中产阶层供应这种优质产品,这个地区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地方产业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25日报道,现在,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正威胁着这个雇用了数以百计的工人,维持注重多家庭农场生计的小众市场。 报道称,威斯康星州花旗参产业所遭遇的不确定性,证明了在一个复杂且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,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 这也预示住,全美农民为营和中国中产阶层而生产的一系列特产,从缅因州的龙虾到夏威夷的坚果,都将受到影响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报道称,在威斯康星州中部,美国的经纪人正在关注中国市场有没有出现销量下降的情况,因为为了回应特朗普的钢铁税,中国对花旗参争收了15%的关税。 一些人说,在许多农场刚刚能消化生产成本的时候,进口商已经在要求降价。 在马拉松县,花旗参出口是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产业,当地经济学家估计,每个从事花旗参的新岗位可以创造多达四个其他的就业机会。 现第二大农场许氏花旗参公司的运营总监麦克克伦普·诺斯说,在这里,美国人是输家。 这是我们生产的产品,也是中国人真正想从我们这里买走的产品。 报道表示,历史上,中国中上层消费者把这种价格不菲的植物当作礼物,或者用它来煮茶和煮汤,据说可以带来一系列有益健康的好处。 随住中国中产队物的壮大,对威斯康星州花旗参的需求也在增加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报道称,当地一个代表种植者的合作社表示,在过去五年间,花旗参的产量每年以大约10%的速度增长。 但是,由于花旗参被卷入一场刚刚萌芽的中美贸易战,这个发展轨迹正变得越来越复杂。 报道称,这里的农民说,他们担心危机可能迫近。 4月1日,中国对花旗参和其他127种产品加征关税。 农业组织警告说,这些关税将极大损害农业经济。 但是,在马拉松县这样的地方,伤害可能尤其严重,因为整个行业很依赖对华贸易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一名经纪人正在海外进行搜索,以稳住他的中国客户。 他最大的担心是,他在中国的客户会转向加拿大的供应商。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查德·鲍恩说,破产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特产。 2009年,作为与欧巴马政府爆发贸易争端的一部分,中国对美国肌肉产品征收了关税。 这一市场再也没有恢复元气,中国转向了巴西。 他说,我们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市场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